欢迎来到成星娱乐总和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转迪丽热巴将去丹麦工作 曾在机场别扭这度 网友怀了黄的孩子 迪丽热巴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女星顶流 作为神眼女星代表的迪丽热巴 还是出了名的坦星 但最近一段时间迪丽热巴很少现身活动 甚至连红毯跨年都不出现了 这也引起了很多粉丝的不满 认为是热巴和工作室在摆烂 然而近期有网传消息称 热巴今年要走出国外了 而且还是非丹麦 可能会去国外看秀 意思是迪丽热巴要去丹麦工作了 而且迪丽热巴的行程 已经有七个月没有禁组 按照她的流量和邀约 不可能没有人邀请她拍戏 而且迪丽热巴更多的都是直播 机场照 然而在为数不多的机场照中能看到 迪丽热巴大多都是穿着宽松的衣服 甚至一手拿着行李箱 另一只手也要遮着肚子 换手后 还不顾身体别扭 无论什么姿势都要用手遮着肚子 这引起了不少网友的怀疑 要知道迪丽热巴的身材 始终都是非常苗条的 甚至背后还有粉丝们引以为傲的蝴蝶骨 腰也是蚂蚁腰 身材好的没话说 根本不需要遮肚子 但在机场图中能看到 热巴的身材有明显的臃肿 还有一张机场照就更明显了 热巴穿着羊羔绒的外套 旁边站着一个高个子的男生 虽然看上去像是屁的 但热巴的腹部 尤其是小腹位置隆起十分明显 难怪会遮着肚子走了 有网友称 过来人一看就知道怀了 而且月份最少6个月了 他本人瘦 所以不到6.7个月不怎么显怀 祝福吧 女孩到完整女人的跨越 也有网友表示 怀孕的确实是迪丽热巴 是黄的孩子 圈内人都知道 而这里的黄 说的应该就是黄景瑜了 毕竟当初热巴否认了很多恋情 但唯独黄景瑜相关的恋情并没有否认 而热巴曾经交往过的绯闻男友中 也只有黄景瑜姓黄 但这也只是网友的猜测 只是网传声音越来越大 迪丽热巴和工作室的反应 却让人更加迷惑 先不说 晒腹肌的照片是以前的 就连跨年的物料 迪丽热巴的脸看上去都很奇怪 看着也不像是最新拍摄的 不少粉丝都在迪丽热巴的评论下留言 要求工作室像以前一样 晒出形成的物料 恢复形成图 其实粉丝只是希望迪丽热巴能不隐瞒粉丝 不要像张碧晨一样 突然出现一个孩子让粉丝失望 其实热巴曾经透露 自己会在30岁左右生孩子 并没有打算为了事业牺牲人生 毕竟人生是自己的 结婚生子也是必要的安排 年纪大了生孩子就危险了 因此想要生子也是情理之中 但黄景瑜今年跨年出现在三亚 还是和妈妈一起过节 如果真像网友说的 黄景瑜应该去陪热巴才是 因此可能性应该不大 希望热巴能妥善处理 早点回应 不要因此而影响了自己的心图 小S二女儿自曝母语是英语 在家都用英语交流 这话让粉丝都无语 1月4日 小S家再次闹出风波 小S的二女儿许韶恩英文名字叫Lily 从小就生活在公众目光中的 她越来越漂亮了 虽然现在只有14岁 但是已经显露出了美人胚子的势头 身材高挑 五官出众 也很会拍照片 引起了许多网友的关注 Lily也很热爱生活 喜欢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照片 她看起来像是一张超模脸 质感高级 又这么会打扮 以后肯定也会越来越美的 不过 随着关注度的上升 Lily也遭到了许多网友的质疑 大家发现 不管是日常交流 网络发文 还是视频访谈 Lily都说着一口流利的英文 很少使用普通话 这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 明明是中国人 为什么满口的英文呢 这让大家感觉到一些不适 语言和文化是息息相关的 也代表着潜在的文化认同感 作为中国台湾人 却满口别国语言 听起来有一些奇怪 也引发了大家的疑问和困惑 就连被问到平时喜欢看什么书的时候 Lily列出的书单也都是英文书 英文名字 可以看出 它是从小接受了西化的教育 面对大家的质疑 Lily本人也是知道的 她也正面回应了这件事情 她称自己的英文比中文好 而且英文是母语 她在学校 在家里 和朋友聊天 都是说英语 所以习惯把英语当作第一语言来沟通 是她习惯使用的交流工具 不过她在最后表示 会好好练习中文的 还打上了一个委屈的表情 卖乖 但是这样的回应不但没有平息网友的质疑 反而更增进了激烈的不满 Lily说英文是母语 要知道母语是自己祖国的语言 这证明Lily认为自己是西方人 而不是中国台湾人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 她只是一个14岁的小孩子 可能是误用了母语一词 不太了解母语的准确意思 只是在和大家解释 她比较习惯使用英语而已 从小上国际学校的话 确实说英语是很正常的现象 小S和女儿私下交流也都是说英文 不知道Lily是否会对这件事情 做更进一步的回应 不过可以看出 对英文的掌握程度显示出了 一个家庭的文化选择的倾向性 小S和老公一定也是支持女儿 这样的行为的 所以造成了大家都看见的结果 期待Lily更新一些最新的日常照片 健康成长 感谢您观看此视频 如果您觉得此视频有用 请点赞并分享给更多人观看 我们的陈兴频道 还有许多其他有趣的新闻视频 供您选择欣赏 请点击订阅按钮 关注频道 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